疫情主要還是在北北基桃 中南部會開始追上來 所以到時候那個數量到一個程度是 會飆升更快 大膽預估疫情將往中南部移動 台北市長柯文哲口中的黑暗期還沒到 更擔憂的還在後頭 現在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應該 平臨崩潰 但是要跟大家講比賽還沒開始 全台灣才4萬6 這個還會再上升 那個人數會比現在 至少還會再加一倍以上 病氣不好會加到4倍 如果不做任何動作 你知道5月12號台北市 那個防疫病房會滿床 確診數還可能再攀升 中央下達命令 要求500床大型醫院防疫專責病床數 要增加到30% 工會史上從來沒有說 病床要增掉30%的例子 為什麼會這樣 增掉30%的 整個醫院剩下戰鬥率一定不到100% 問題是台灣 平常就很多病要看 不是急診的全部要 恐怕都不能出院 要停掉 柯文哲提出四個戰略 要求防疫急門診 有效運作 醫院病床數再增加 住院標準更嚴格 出院速度要更快 確診者留家裡 防疫旅館 留給快痊癒的病人下轉用 但要打仗 有了戰術 卻缺少武器 快篩試劑 始終不夠用 缺快篩也導致醫療量能緊繃 新北市汐止國泰急診室外 大牌長龍 隊伍蔓延近百公尺 民眾等待採檢 雙北防疫拉緊報 天天上演 靜新聞 董優俊採訪報導